有江師傅說,練舞不單是練套腦 功底也是很重要的 諸科記者彭詠芬報道 我現在在白雲區的江高鎮 今天我們在這裡認識了一位武林高手江師傅 江師傅,練舞幾十年,是白眉拳的高手 白眉拳在民國初期是你個成行的 打拳人是張禮傳 白眉拳融合了少林拳和武光太極的武術內涵 具有攻守同招,邊燒邊打的特點 紅拳經常一梳 紅拳只有這拳多 白眉拳他一樣這樣梳 但因為他打出一點打出去 這點打,相對來說,他的手力又越大了 想要成為武林高手,秘級只有一本,就是苦練 我們傳統練功叫十字莊 他一條是垂直,一條是擺橫 足有彈性,因此貼足法力 可無以實戰狀態 所以這邊無距離發鏡 由於對方的耐力 及自己的筋骨氣的內動作用 形成一股反作用力 出現了四個方向的力 我正常向前,有一種增力 增力是說,對方立位的時候 出現了一腰來,打上去 而吞拳之境,在這個時候高速轉換 產生巨大的警力 吞的同時,已經是吐的同時 吞拳是前和後的意思 我一吞拳的時候,一放 這個就放出去 現在就... 六徑九步推,在上下左右前後 六徑的綜合運用 是白眉拳之中的重要套路 以下很多人練武 並追求套路卻墜攻 造成本末倒置 光師傅說,只有把套路和敬力 運用於實戰之中 才可以將敬同功法 發揮到淋眉盡致 時下練武的人真的有很多 大家的目的各不相同 不過,正如江師傅所說 真正的練武之日 練的除了是招式,還有敬力 要將兩者融會貫通 唯有苦練兩個字 通俗些來說 就是要有姿勢,更加要有實際